日本独卖新闻6月25日发表题为 美政治撕裂导致其外交能力下降的文章 作者是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 最近的美中势力之争已拨紧南太平洋地区 中国去年与所罗门群岛签订了安全协议 引发外界对中国在该国获取军事基地的担忧 为了与此相抗衡 美国今年5月下旬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双边防务合作协议 起初拜登打算在广岛参加完七国集团峰会后 在回程途中访问巴西 但是迫于美债危机 不得不抓紧回国与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进行谈判 虽然双方最终在5月底达成协议 避免了政府债务违约 但是此事件真实反映出 美国国内政治的极端两极分化 导致其外交能力下降 不过围绕债务上限产生的两党对立 只是美国政治两极化的一种体现 美国与巴西的关系 尚不至于陷入不可修复的境地 但是目前有一场更重大的危机 那就是俄乌冲突 尽管俄军在乌克兰多次受辱 但是普京也有其如意算盘 他必须在2024年特朗普重返总统宝座之前 坚守俄军在乌克兰的战地 特朗普崇拜普京 不喜欢斯林斯基 据美国白宫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爆料 特朗普曾表示 自己如果2020年连任总统 将让美国退出北约 如今的美国保守派生活 在自己的信息世界里 他们的前提建立在由虚假信息构成的 另一个事实的基础之上 假如明年特朗普重新当选美国总统 乌克兰无疑将陷入困服境地 在对华政策方面 两党似乎能形成广泛共识 拜登继承了特朗普的许多对华政策 而且做出更进一步的决断 美国正在推动自身在半导体 需电池 稀土等重要战略物资领域 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拜登维持了特朗普时期的诸多 对华贸易壁垒 为了让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 一直推动具有本国优先性质的产业政策 但是不要被两党表面的对华政策一致性所欺骗 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对立中 台湾是最重要的一点 共和党保守派是否会支持美国为台湾提供军事防御 这一点恐怕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共和党在二战期间曾坚持孤立主义 不希望被卷入任何海外纷争 如今这一想法正在共和党内部复苏 特朗普的本国优先主义 与反对美国参加二战的孤立主义拥惑者产生了共鸣 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程度过于严重 许多共和党人对民主党政府的任何对华行动 都会出于本能进行批判 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可能会变得十分复杂 因为当前政府无法控制国内的反华言论 这可能导致美中发生冲突 近年来美国发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 美国例外主义主张美国的民主主义 是世界上善的象征 各国都应以此为范本 此种观点过去被美国国民广泛接受 当时批判此种世界观 并将美国称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是 极所义人士 如今这似乎成为极右翼的主张 美国变成一个对外输出自由价值观的危险的国家 许多保守派人士认为 尽管美国自身面临存亡危机 但是其国内的自由派 比任何外国势力都更加危险 此种保守思想是否会被嵌入美国的外销政策 将由明年的总统大选决定 特朗普很有可能会重新上台 美国的盟国对于这场大选 无法采取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态度